屏东新原乡共和村的村长在高平溪产业道路附近被人发现 沉湿在轿车上头 太阳穴有枪伤 好 警方也抓到了开枪的嫌犯 而乡民呢 目前聚集在警局前准备要痛欧嫌犯 我们立个把时间交给记者杨立芬带我们来掌握 立芬请说 好的 警方呢是抓到一名42岁的孔姓男子 那么他因为跟这个村长呢有在务纠纷 所以两个人就约在提防谈判了 没想到谈判破裂之后呢 凶嫌就朝着这个村长开枪 结果呢让村长当场死亡 那么今天凶嫌这个落网之后呢 村民非常的激动 聚集在警察局面前这边准备要来打 嫌犯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形 好 可以看到村民都非常的激动 那么这个警备车里面呢是准备要将嫌犯移送到地检署 那么村民全部都聚集在这边警察也在这边维持秩序 避免双方发生严重的激烈冲突 家属呢在刚刚也赶到现场 看到凶嫌呢 气着坐在地上痛哭 那么这个共和村长死亡 警方抓到这个孔庆嫌犯呢 这个孔庆嫌犯他呢 平常都以这个特制的车辆代步 因为他是一名身上人士 案发之后呢 竟然就逃到了台南跟台东之间躲藏 那么警方呢 在昨天深夜的时候 终于抓到了孔庆凶嫌 那么他坦诚有行乡 有这个开枪行凶 因此呢今天早上呢 要将他移送到地检署 依杀人罪嫌移送侦办 那么这是我们来自早上 平东县的最新画面 再把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 场面这村民的情绪 真的相当的激动 就是平东共和村 村长重担身亡 目前的乡民聚集 准备要殴打凶嫌 稍后会有完整追踪报道